北京时间2月9日 篮网队以91比126败北 最终没有逃出连败窘境 九连败是对篮网现状最大的惩罚 布兰特、哈登、欧文三人对于篮网的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了 没有了三巨头的篮网仿佛一盘散沙 根本没有什么抵抗力 开局被打出2比28的丢连比分 首发全场21分 首发阵容全场正负值-188 篮网队仿佛成了一个笑话 九连败让篮网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篮网队真的不能再输球了 这样下去篮网队的内部也会出现大问题 虽然说布兰特、哈登、欧文并未出战 之前篮网三巨头合体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可是九连败的战绩让篮网球迷彻底崩溃了 这是输球的矛头 也是直指篮网主教练那时 那时肯定要为篮网的九连败负责 作为主教练那时在战术 用人临场表现等方面的表现 显然是不合格的 过多的依赖杜兰特、哈登、欧文让那时的指挥能力受到了约束 一旦杜兰特、哈登、欧文缺席 篮网队仿佛就已经没有了元气 谁都可以上来捶几下 此意 篮网的内线篮板只得到40个 比对手少了12个 失误却达到了13次 被对手进行了6次封盖 凭借罚球只得到5分 更是出现了18次犯规 利用快攻仅仅得到6分 整个篮网队完全不在状态 最为关键的是篮网队的首发球员 没有一个人得分上双 5名首发球员总共得到21分 替补球员卡特一人就得到21分 整个篮网的布局就有大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是纳什 纳什的指教水平真的让人吐槽 杜兰特、哈登、欧文估计也是心酸的不得了 球迷更是画出了一幅 形容纳什指教的战术版 上面都是乌七八糟的笔画 严重的讽刺了纳什的指教水平 关于纳什下课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篮网九连败的热搜下全是纳什下课的评论 篮网真的一败涂地了 你觉得那时应该下课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